好的 算是这间教室没有人进来 我希望没有 可是这个为什么没有投影出来 我看看 这应该看不太近 我没有分享 我没有分享 把这个可以放大 好 这个 这个 所以 今天等于是正学期第一次嘛 所以有一些logistic 要把它弄清楚 首先第一个当这个教室 为什么登记了之后我进不去 然后我好像被学校开除了 这个 教室卡都不利用 变非法卡 你们也变成非法学生 你们也变成非法学生 ok 所以 上午的课你们都不能上 大部分都不能上 所以就只好 上课后的录影好了 效果肯定比较差 因为 现场跟看录影 差别蛮大的 好 那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礼拜二的晚上 好 所以 所以我们要加到盘庆 那我们 有所有修课的 名单嘛 应该有 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时间 我们改到6点半 因为有些同学是 上课上到6点20再过来 我们就6点半 应该在台达208 那这个时间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课程的 上课的一些 有问题的 我们在这边讨论 这个很重要 那 那再来有一些上礼拜的一些课程 一些比较key的 content 但问题是哪一些是key的 content 你们必须要point out出来 否则的话 一个三小时的课 我不可能重新讲一遍 所以你们肯定要 那个课程录影要看了之后 把一些你们觉得有问题 或是不了解 需要在 因为你毕竟是大三嘛 那课堂上都是 都是研究所的同学 所以我可以理解 有些content你们不了解 但是你们必须要提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lab的presentation 那我希望在这个时间 最好是能把你们coding的code 拿出来走一遍 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很大 举例来说 我的经验像这个 准备这学期的实验课 TA 在写的那个code 那我就花时间带他一行行code 走一遍 走的过程中才发现 他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有些这些vlog coding 或是做design的 对我来说是很直觉的事情 但是看他写出来的code 就很surprise 举一个例子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他在写testbench 这些例子我觉得不仅是 不仅是他 我相信大部分 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来说他 他在写testbench的时候 这个 当然testbench 我们就是用initial嘛 然后begin 他在里面呢 他就习惯 就是用pong sign delay 10 然后做 然后射一些input drive一些input 对不对 然后又在delay10 drive一些input 好 那 那这个有很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为什么用10呢 因为track cycle是10 好 那我说我今天要把clock cycle改了怎么办 他的clock cycle当然就是这种forever 然后5 然后clock ina clock 所以周期是10 所以他就 因为一个clock这样子做 那 所以我今天这个clock 周期改了 这扣怎么办 那全部要换掉 对不对 这是一件事情 OK 然后再来 再来 看到他说用wait wait 一个信号 一个signal 这signal当然是design里面的一个信号 你说这个有没有问题 wait 这个信号 好像好像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问题在哪里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 你现在做simulation 是RT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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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delay 所以这个信号很干净 可是我今天 这个RTL变成gate level 甚至做成post layout 做完layout之后 那这一个信号 可能会有很多的combination 和logic 得到这个信号 那这信号 可能会有multiple pass 那每条pass delay不一样 那这信号 就会有glitch 可能就会发生 这个信号可能 假设这是clark的话 它可能有一个小小的glitch 所以这个design是work的 这个design是work的 它在clark的时候 是simple到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glitch 这个glitch就会 这个wait就会trigger到 那你这个testbench 就fail 就不work 所以你wait一定是wait什么 一定wait 一个event 不要wait for 一个design性 那这个event呢 event你是怎么来 你是要用trigger 就是用testbench的写法 trigger这个event 你在一个process里面 在一个process里面去trigger这个event 然后你在另外一个process 另外一个process里面 你就wait for这个event 就是wait 就wait 我现在写的东西 现在你都看不到 这是另外一个缺点 所以这个你用wait 应该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用wait 你不要去wait一个信号 那这种东西 我相信在教Vlog的人 大概不会去 不太会去教这个 不过就是在实际particle 就是会有很多问题 好 我这边其实主要的message是 我不去reviewcall 我永远就不 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的call 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 是很好可以把你们的call 拿出来 拿出来review 是吧 所以 那个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很短 然后我去问了 问了一些同学说 你们的call 台大的同学吧 对 我就问说 你们有没有call 不是问台大 我问掉一个什么场合 我就问同学说 你们有没有call 要拿出来 public 拿来review 让大家一起来看 没有一个人说要 他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 不要拿出来review 这是 我以为比较什么 surprise 因为你有机会把你的call 拿出来review 你才知道你的问题 在哪里 好 所以我鼓励大家把你们写的call 能够 volunteer 我也不会勉强说 你的call要拿出来 就是你们自己 volunteer 愿意把call拿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 才可以看到问题 好 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做这些事情 有call present review 然后你们提出问题 课堂上上一周的课 的内容你们提出一些问题 那还有一个情况 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的是 我课堂上那些material 大概讲不完 就是三个小时的课material 讲不完 一些内容讲不完 我可以在这边讲 那讲完我会录影 录影的话 我就可以 课堂上的同学可以 求课同学可以看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来用 好 好 再来就是 好 这个是这学期的lecture 它跟lab schedule 这是这些lecture 这lecture 我想我们分成几部分 这个lecture主要就是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前面四周 会把这个carversoc介绍 我大概先介绍hs 所以这一周的课会交hs 也就是说我用veloge描述的是我design的structure 我用什么component 然后怎么做interconnection 那这个design cycle by cycle 是你自己design 不像hs hs这个language 整个scheduling 它到底花几个cycle做完 每个cycle里面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你没有control 只有compiler来决定 但是用veloge coding的话 我一直在提说这个cycle要做哪些事情 下个cycle做什么事情 我的stay machine design 那这个东西是你design 那这学期交的hs 大概就到这个level 是属于structure design 也就是equivalent to veloge 这样子的东西 那下学期要design 这个application or director 你就必须 因为design就变得很复杂 不可能去code veloge 人家coding的话可能花三五个月才做一个出来 那我用hs可能两三个礼拜就可以设计出来 好然后 然后会介绍veloge跟large design 然后很快就会进到clarevo soc 整个soc的平台 因为接下来的level 因为我们最终 最终学习末要做的level 叫workload optimize 的这个soc 那就是基于carversoc 所以我们很快的 会把整个carversoc的系统介绍一次 然后接下来的四个lecture 就讲soc里面的东西 包括了process process主要介绍reachfy 那我们在暑假 有reachfy的一个lab 我想问一下这个lab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大家啊 分配给每一个人都要做吗 我先讲你好了 哎你们做到什么程度 我还写得让大家 还没有打call 那你今天怎么报告报告什么 ok 那我问一下 这个暑假扯pose 应该有给你们一个hls版本的recycone 有没有跑起来 这个hls还没有 没有 没有 好的 anyway 好我们再回来这里好了 ok 这个 好 我就介绍了soc里面 主要的几个component processor 这些IO peripheral 那这些IO peripheral 都是最baseline的 几乎所有的soc都有 它提供必要的communication 的功能 像UR SPI S2C CPIO 那个很基本的 那 现在的processor 当然复杂很多 有PCIe 有USB 有网路 那些我们就不用介绍 因为那些东西 我们也摸不到 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那这些是我们完全可以掌握的 那这些的IO 也都具备IO必须要有的一些 基本的功能 所以是一个good starting point 然后介绍interconnect 主要就介绍box 那coversoc里面用wishbomb 那现在主要的soc用arm base 就是用armbus 也就是所谓的xi 所以介绍中间的interconnect 然后介绍memory memory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第二部分就介绍这个 那第三部分 主要就介绍IC 就是IC design的前端流程用到的EDA tool 包括什么样 包括steady terminal analysis 包括sensefix 跟vocation simulation 所以到这个阶段为止 你IC design的前端的流程的工具 就可以掌握 那下学期就会走后端的流程 当然还有一些advanced tool 例如说design for test 像steady timing 像这个 一些就是layout的一些工具 等等 所以在课程就这样 那以实验来讲 我可能 那实验来讲的话 你们跟正常修课 这里面有修课同学有几位 就你们三位 就你们三位 你们是一组是 现在也是修课的 有修课 所以你们没有修课 是吧 OK 你们work load这么重 就顺便修了一下 就冲堂 就冲堂 好想 对啊 因为你们这个 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事情 跟也没有少掉多少事情 因为 就是 plameter 没有啊 然后几个option level 没有 但是major level 你们都还是要做了啊 OK 那我想 好等一下 我想我还是把那个lab 讲一遍 哎怎么样 什么问题 什么class 是怎么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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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线上都有录 有有应该应该都有嘛 都是线上上课也有录影 哦 哦 大学期 大学期 大学期还有一个 我的vance还熟悉的课 你们可以修啊 因为我 原先第一学期没修是 没没办法修第二学期 但是你们应该是 是OK的 啊 啊 胆修是什么 哦 你们应该修过 修这个专题也都具备 加油 这种 大签就可以了 我会胆修啊 就是要修过第一学期 哈哈哈 所以这流程很麻烦是吧 嗯 啊 啊 反正麻烦你们就还好啦 就麻烦到我 好 有计分 OK 这学期还是计分的话 大部分就是 我想就是要做到 要做到 Lab 6 啊 好 就是就final project了 那中间这个Option Lab 就 就你们不需要做了 啊 那做到这个Lab 5 就是整个Cover SOC的FPGA 要帮拿起来 啊 因为 呃 你们后面做的专题啊 最终专 专辑的project 都会用到这样的平台 啊 所以这个大概是 继分的方式 好 那这边有几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啊 那 好 刚刚讲到要做Edit啊 啊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 说课有学校的课程 的线上的呃 课程的平台啊 可以做交流 那我们现在没有 那我现在就是 用这个 呃 GitHub 这GitHub 就是我们之前在用的GitHub 啊 啊 大家知道 呃 你们的PET要上传都是 都是放到这个GitHub上面啊 啊 那在这GitHub上面 呃 呃 有什么问题啊 要做Announcement的话 当然是可以发Email 或者 会在Discussion 这里面啊 做做Announcement 啊 会在这里做Announcement 那我们其实也会 那我们其实也会 也会发Email啊 啊 然后呃 再来就是呃 我的Meeting 的Note啊 像我这边 有一些 在这边准备的一些PPT 我会放在这里啊 好 OK 呃 好 那在这里 呃 需要 我等一下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 应该有啊 收到一个Google phone 啊 需要等于是collaborative 认领的一些checklist 这checklist的要求你们 先把你们的这个study journal 呃 先setup 还有你们个人的github啊 啊 要要先 先build up 起来啊 那那个Google phone 里面 要求你们把 这个的link啊 先呃 呃 就先先 先把这个study journal的MD file create出来 把这个link送出来 我们就会放在这里啊 那放在这里 呃 就把大家的东西收集起来啊 还有个人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bhub吧 都有了啊 好 所以就把那个link送出来 然后你们那个study journal有在写吗 有没有 呃 呃 它好像是可以combine起来 对 那我秀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哦 好 这个是我在线上 在 在一些学友 呃 开发的这个 呃 就是开发一个fsit 就是我们呃 实验的平台 上面 呃 我看看 呃 这个 我不晓得他这怎么做 他就是 你看这一个 这个学友做的这个hack 诶 这个怎么没有 我看 他里面你看他的他的这个笔记有22个笔记 是吧 他就是把所有做 呃 因为我在线上教一些学友做IG设计嘛 那他是其中一位 那他把做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debug 哦 的情形 你看他这个 他就 让usis usis就是 这个 就是类似synaptic的sensuses2 他发现 有multiple edge的event 啊 那他 就debug 那debug 他就把问题 他怎么去replicate 然后发现这code的问题在哪里 他就发现 Unicis不喜欢这样的code 啊 他就说这个 这个code啊 他不喜欢这样这样子的code 结果他摆成这样子是ok 好 那他摆成这样子ok 所以我在review他的code 我觉得你这个code 呃 有问题 虽然说他可以sensuses 啊 哎 你手机没电 那你不是有powercode 哦 哦 你的电脑是吃手机的电脑 那个吃手机网路 哦 吃手机网路 你这个没有网路 我手机没电了 哦 你手机没电了 哎 那你那个学校的网路呢 你没有学校网路 我没有用过学校 我没有用很烂 学校网路很烂 不会啊 我都是学校的网路啊 哎 哎 你们看有没有谁的网路可以用 呃 不会啊 你电脑还在啊 哎 不晓得 是啊 哎 是啊 哎 是 啊 啊 哦 你这个问题是 哦 我刚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 哎 那个 没有白板 应该怎么写哦 因为我们之前上课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写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成这样子 可是前报告说有别的 啊 有别的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我把那个萤幕都写 哦 哦 嗯 好 那我解释一下 我找 那你解释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 啊 我用 这样可以分享萤幕了吗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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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这边 讲解一下 好 好 哎 我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回音呢 嗯 嗯 好 呃 对 我这个回音 我记得回音很大声 哎 我是不是要先出来 先出来再印啊 你看还是很大回音 怎么回事 你这个麦克风是关的吗 这个 我刚记得好没关 看一下 我刚 哦 没有 这个要关掉 OK 好 要不然挺干扰的 哈哈 好 好 咦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share skin 我这边可以 分享一下 好 所以 刚刚我们讲到你的那个 testbench啊 你们都写成这个pound sign delay嘛 啊 pound sign delay pound sign 因为你在写testbench 你对应的那个design应该都是synchronous design 对不对 所以 你应该对应的testbench啊 你的testbench 跟你的这个design under test 那testbench基本上你会产生clock 对不对 那这个testbench 这个design under test 基本上应该都是synchronous的design 所以你要apply你的pattern input进去 也应该是一个synchronous的信号 对不对 所以你在写testbench的时候 然后应该用atpositivehclock 然后drive你的这个input 假设rinput等于什么字 然后再等到positiveclockh 然后rinput 那你也可以在testbench里面 可以用for loop 对不对 你可以用for loop 然后atpositiveh pattern 这样子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写 ok 而不要用固定的 固定的这个delay字 所以你要等就是等clockhage 然后applyinput 所以应该这样子写 好了再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你的testbench 在这个design里面有一个信号 我刚才不是说你的testbench里面说 我wait肚子里面的某一个信号 发生的时候 或噁射的时候 或变动的时候 我就wait这个信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不要这样子写 因为我刚才说 这个信号可能会有glitch 变成gate level之后 它可能会有glitch 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写 那你要怎么去等这个信号 这些信号suppose 你应该去sample它 在什么地方sample呢 一定是在 是在这个clockhage 去sample它嘛 对不对 你就每一个clock 去等这个信号 是个怎么样 什么样的状况 等到它变1的时候 然后我才做事情 for example 是不是 所以你应该是fire 这个信号 那你就等到这个信号是1 假设这个信号是1 的时候 我才要开始往下做事情 所以当它不是1的时候 我就怎样 就点一个clock 对不对 它假如是0 我再下一个clock 再来sample 直到我sample到1 我再往下做事情 所以这种情况 它要是变成get level design 假设你变成get level的design 它这个东西产生小glitch That's ok 因为你变成get level 或者是变成post layout post layout post layout post layout的话 有这个while delay这些information 这时候multiple path multiple path的这种 这种glitch 就会发生出来 假如说你是post layout 每一条path的delay都不一样 所以就可能会产生glitch 那这个glitch 在get level 或post layout的design 经常会有这种glitch的信号 出来 那这个glitch的信号 一般 你的design要work的话 它一定要在cockage之前 要settle 对不对 它要是没有settle 不满足cockage的set up hold time 你的design本来就fail 对不对 就violateset up 所以这个信号 绝对要在cockage之前 要settle下来 所以你在cockagesample的时候 一定是最安全的 假设你sample到有glitch 这个design本身就该fail 所以你的coding 就应该要这样子写 这可以理解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在review code 才知道语言写code 是这样子写 不是的话我也不会知道 我也不会主动去教你们这个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们 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 我刚刚的问题就是 嗯 我找我 我问你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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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ingle 那是OK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asynchronous 对不对 不過一般写testbench 用ok 我在这个Vlog那部分 我会特别讲一个delay的观念 Vlog的delay是蠻complicated privés произойд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transport delay 什么叫做inertial delay 不晓得吗 我们现在所有的circuit 或Vlog做simulation都是inertial delay inertial delay意思是说 假设你这个信号的变化 the passways 要是小于这个gay delay的话 什么叫做inertial delay 所以我应该那个课堂上会讲 inertial delay就是 假设你这个信号的passways 假设你一个delay是5nosecond 假设5nosecond是A 然后B要等于A 算给A好 可是这个B的passways 是只有3nosecond 那你过5nosecond 这个pass其实是看不到的 它会被后面的AG取代 因为后面这段的delay 所以这个pass是看不到的 最后它只看到是一个follow 是一个low的状态 这个high的状态它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它的passways 小于这个delay值的话 这个就会被filter掉 就会被filter掉 所以你就看不到 这就是inertial delay 那还有一种叫做transport delay transport delay就是 所有的信号的变化 都会丢到一个queue里面 然后经过5nosecond之后 它再schedule出来 那你们还知道 Vlog有这个LH的delay 跟这个delay是写在lefthand side 或者写到righthand side的差别 然后又有blocking跟nonblocking nonblocking的coding的方式 这个又可能又写成这样子 到底这些 对你去model这个delay 结果是怎样 哪一些写法是可以写在testbench上 哪一些是不能写 其实这个vlog delay 是有很多状况 有这些可能的case 这个在课堂上 因为你这个东西没弄清楚 你写testbench很多时候 写出来 你会很surprise 这个behavior为什么就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你们都学过Vlog嘛 对不对 学过 这不是很 这pand side lefthand side的pand side delay 对 就叫这种 OK 像那个delay line 对不对 一般正常的circuit 都有一个gay delay 那这个gay delay假设 你的password小于gay delay的话 真正circuit的behavior就是 外面可能会有小小一个glitch出来 但它就会settle住 所以那是看不到 但过不了special 就是说假设我过一个inverter好了 OK 这inverter有certain delay 那你的这个给它一个小pass的话 OK 那么这个output呢 你可能会看到 你可能会看到小小一个glitch OK 然后最后又 我就buff好了 最后有点讨厌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小小的glitch 最后还是settle下来 所以一般的gay的都是inertial delay 正常你要描述stucky 应该就是用inertial delay 来model 那么 什么时候你要用那个transport delay 例如说我这是一个delayline 这是delayline 我要做一个snill second的delayline 但是我的信号呢 maybe只有一个pass with enel second 那在snill second之后呢 你还是应该要看到enel second的pass 那所以你要modeldelayline 那你这种model你就要用transport delay 所以你model它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transport delay model来model它 否则的话这个glitch就看不到 不是glitch啊 这本来的pass with 就应该要重复 那这transport delay 我在写verbal code要怎么写 好 好我们再再回来 我们现在要讲一下那个lab 好我刚把板子上面 这两件事情有交代了 然后这一个要该怎么说 然后wait 这件事情要怎么出 然后看一下 我们这个lab plan最后一个 所以大家有钱这个 这个google phone嘛 哦 这怎么会 好 没有没有没有 这google phone应该你们都可以收到 应该寄给大家 哎应该有啊 因为我有看到 专题生有 有钱这个google phone啊 是 是修课的人填的 哦 这是我没有学书 对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hecklist 我没有学书 我没有学书吗 就三个学校学生都会填 我放在你这是Platio的手机是吧 这个是专题的吗 不是专题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 这次要讲 你看这Response 对啊 New expression 这个 这里面我看到有专题的 有几位专题学生有 有啊 你看implementation对啊 制作专题要签华 玩意义成 对啊 他们都有填啊 那他们怎么收到的 这个是在PPT里面吗 在PPT里面 是新的PPT吗 没有就是新大上课的PPT 呃 上课的话是说礼拜三六的 对 他们是没有收到 好好好 那我们把这个缝再 再寄给大家好了 请大家填一下好 就把这个缝就寄给大家好 那我想主要是 那个 就会邀你们到slack 你们有加入slack吗 都有是你们自己加入的还是邀请进去的 是 是kevin 哦 你们收到邀请的email是吧 哦 加入 好 那可能是kevin在 在做的 好 那这里就是 第1个我们要进slack 那slack我们很多discussion在里面 OK 然后 你们要subscribe这个github 的discussion 因为 所有做lab的问题 这个lab上面就发现有些问题 在这上面 举例来说 诶有 不知道是清大 不晓得哪个学校的同学 他就做cosing cosing有问题 cosing有问题 因为我HS时间很短没有教很多 所以 cosing有cosing的 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因为 同学们不晓得cosing的机制是怎么样 所以你在做cosing的时候 就 你要不晓得机制很可能你的cosing就跑不了 所以我看到了 我在这github看到这一个 我才知道 你们不晓得cosing是怎么做 然后我就会付一个文件 大个门给他 所以 你们要subscribe 这个github的discussion forum 所以 别人问的问题 以及怎么会回答的 你们会 电影phone 这样子 好 那我刚刚谈到你自己 personal的github create好之后把link 回复到foam里面 然后你这个 要create你自己的socstudy的 这个 回到 那一点 你说刚才说是 一份document吗 还是很多份document 所以你们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刚才那个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我相信他这很多份document 然后 把它 整合起来 啊 就我就刚才谈到这个hackmd里面啊 这个就是那位学友 做的东西 那你们假设 能够maintain一份 自己的这个socstudy 的journal 那我相信他是好几份啦 但是全部compile起来 变成这样一份 然后这个link就 就送出来 好 所以你们 我相信 就你们回去study 还可能 怎么把好多份document 把它 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presentation 呀 maybe下一次 同学 谁知道怎么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呀 那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record 那 以后你的eHub 跟你就这门课的 这个hackmd的document 对于 以后 这个 求职啊 或者是 申请学校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一份 portfolio 好的 呀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 lab 可能讲一下这个lab 这个lab plan 好 好 那这个lab 主要 就是 前面两个lab 应该你们都在暑假做过了 对不对 lab1跟2 工具 工具你应该也都 早就install好 lab1跟2 所以你们应该马上可以开始做lab3 应该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做lab3 那lab3 还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lab3 那我相信做了 那我相信做完lab3 对vlog 应该是有相当的掌握 包括testbench 因为testbench 不是你们写 是TA学 至少这几项会清楚 再来就是carvo soc的整个 simulation环境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把carvo整个soc变成fpga 所以这 到这里为止的这个lab 这些lab 是 是 把你们的这个foundation 接到起来 然后接下来 这边的lab 你们并不需要做 这都是optionlab 但是 你为了要做final project final project 叫work load optimize的soc 大家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work load 到底work load是什么 那有哪一些optimization 你可以做 那这个是final project 所以 我预计这个在差不多六个礼拜 做完之后 一直到这个学期末 你大概有两到 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就开始work on final project 这样子 对 好那这个lab 我就 很快的 勾述一下 这个工具的安装 online pga 这都知道 所以 你就讲到lab3 lab3做一个 用vlog 来coding fir 那我们一边lab2 是用hs 来做 那个code 就差不多十几 二十行的hs的code 那你就是 一样的规格 但是我是用 vlog来做 用vlog来 资 那它的规格 会比较复杂一点 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谓复杂 其他的外部的规格 就三四二币的data 11个tap 那跟hs的spell一样 那interface 那interface 会是用string interface 我的lab2 也有 hs的 用string的interface 那比较特别的是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 熟悉 这个axi-string 的interface 其实axi-string 其实很简单的interface 它就是这个value ready 以及xi-light 你大概用这两个 xi-string 跟xi-light 的interface 作为这个module 对外的interface 然后会要求你要用 只能用一个multiplyer 跟一个add 所以你就会做成loop的形式 而且你可能要design成pipeline 就是我先做成 然后再做加 那这个成应该pipeline下面的data 就可以进来 OK 所以你应该要试着做pipeline 然后你要做loop的control 要iterate几次 所以你要design 对应的string machine 对不对 所以你要design这个string machine 然后 更麻烦的是 你的这个 原先是用shifter hls的时候你用shifter 对用shiftregister 用register 其实很浪费给看resource 一般的 大的filter 这种filter可能 第一个它可能都很宽 就是可能用14 point 或者是用double 然后再来它的type数 可能比10个type 那你这些要用register 来implement是非常costing 代价很大 所以我就要求要用string 来做 用string来做 那用string来做 很麻烦的是 string它有一个t的relatency 就是我这边解释一下 就是你平常 你平常在 写code的话 你写code的话 你会 常常会 这样掉下来 好 你平常写code的时候 就会用memory 然后address 然后 就取出它的值 对不对 假设印这样 你可能你的code就这样子写 哦 又没卸了 不会卸了 这个语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平常你们写code会是这样子写它 你要这样写它的话 其实你的address 要是出现的话 你的那个memory的data 就马上就出来了 对不对 可是 我的address呢 一般都是synchronous read 也就是说 下一个class cycle才出来 也就是说 它simple到address之后呢 我的memory的data呢 到下一个cycle才出来 一般的address会是 这样子的情形 OK 所以你 这个地方就很tricky了 好 它是往一个cycle出来的话 你的整个的那个address generation 跟你的那个pipeline 的处理就复杂很多 所以你就知道你可能会需要 address要先跳 我在这个要用data的时候data才会 这个cycle要用data的话 我的address必须要先出来 这样 这个 这个是 所以我特别要求说 你这东西要用register做 因为用register做就是很简单 但它代价太高 所以你就是要用sm做 所以当你 你的这个data data 就是说data用srim进来 srim进来要存到sm 好 然后coefficient当然先存进去 coefficient怎么存进去呢 就是用xi light 去把它写字 写进去 写到sm 好 那xi light的cycle怎么写进这个srim 你要自己 自己去design 所以会给你一个spec 这样子 好 那 那再来就是你怎么去抓这个data 因为这个data一直shift进来 你不会用真的这个srim做shift的动作吗 你假设 假设 是用register来做的话 你register会做shift 对不对 是不是 这data进来 就大家都shift 是不是 然后你把对应的这个值过来乘上你对应的type 对应的type 这个 这个其实很简单做 你用register来做 但我今天用srim来做 我不可能叫srim做shift 对不对 它的content你不可能用shift 所以你可能就是会要用 用那个repointer or right pointer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srim的这个位置 的值对应到是哪一个type 的参数 其实是一直在变的 对不对 这个位置0呢 并不是第一笔data 因为它的data 一直shift进来 然后这个repointer 一直在点 所以你 这个地方你怎么去算你的那个address address怎么去去calculate出来 然后 找到对应的type把它呈起来 所以这都有一些 所以我只是真point out一些事情 这个底战就变得有点复杂 就变得有点复杂 这样 ok我这就point out 点出一些可能的一些问题 一旦变成srim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变复杂 然后 变成只有一个multiplayer 只有一个add 这几蛋也变得复杂 ok 所以我是想说 你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那这一个东西的spec 已经放在github上面 我们所有做lab的 放的位置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 应该放在github上面 没有那个github就是public的github 大家都可以assets 我现在秀给你看 我这lab都放在哪里 lab都放在 lab都放在 lab都放在这里 我们这学习要做的lab都在这里 好 那 fir的 现在放进来了 在这里 然后他的workbook 就放在这里 这他的workbook 所以他有讲一下他的spec 是怎么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生争的spec 我会defin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map 所以你要 implement 适当的这个protocol 因为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define 这个configuration register 因为我下一个lab会把你做的fir 放到soc里面 然后跟risfy去communicate 就是你真正等于是做一个asservator 虽然是很简单的asservator 但是 你经历了所有 怎么跟 一个embedded programming 所以你也要写formual code 在risfy上面去跑 然后control你的fir 举例来说 你就需要把参数 risfy要把参数 破棍进去 对不对 然后 要给他start 给他start 然后你就开始做印算 然后你要做的一些status risfy可以读出来 啊 可以读 因为他testbench会去测 会去测你这些status有没有implement正确 所以我也define了这个 这个configuration register 对 所以这个spec在这里 sbench 所以 这个 这个github 大家应该 可以assess到 知道在哪里 在这个 labplan里面 就是 上面有 所以我想同学们 可以开始做这个 那这个大家做完是蛮好机会可以一起来review 甚至 那个TA会provide一个testbench 来验证你的design做对不对 甚至我觉得那个testbench 你们可以自己 自己写 那这一个做完我相信你们的Vero功力 应该已经有一定水平了 OK 然后 所以这个是lab3 lab3做完之后 我们会做 lab4 lab4就是这个carval soc 这个carval 这我们应该之前介绍过 然后这是你的testbench 那他simulation 你们 应该 在第四周的课 第四周课会介绍整个soc里面的 一些design 跟spec 然后也会介绍这个testbench的environment 那么 那这个整个 testbench的环境就是你先instentuate这个carval 就把这个叫出来 然后 接下来就是你有一个spiflash的model 这是一个behavior model 那这个behavior model 会跟这个carval chip的这些interface pin 就是flash pin interface 所以他会response 这个spiflash的protocol 那 读你的这个formwork code 所以事前那个formwork code会漏进去 那这个code漏进去之后 那个你的这个reset 就release 然后resify就开始fetch 第一个instruction fetch就透过spiflash 从这spiflash roam里面抓你的instruction 开始execute 那execute完之后 再透过这个iopin跟你的testbench 做contentation 在这里面 either你的userproject 会drive这个 这些nprz的pin 或者是由resify resify会读你这个hardware的status 然后把词写出来 所以这是 一个testbench 所以在lab4的时候 你会把carvalsoc的这个整个simulation环境建起来 然后建起来之后 这是4-0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baseline的work 然后 下面有两个level 一个4-1 那4-1就是 这个soc里面有很多peripheral 有housekeeping的spi 有ir q timer ur 有这一些 那这些的操作使用上都是用formwork在control 所以你要去study 这些peripheral 怎么去control它 怎么去控制它 以及怎么去写formwork code 这些 所以这是4-1的level 那 比较有趣的是4-2这个level 4-2的level就是把你那个vlog的那个刚才做的FIR的design 我把它放进carvalsoc里面 也就是放到这一块区域 放到这块区域 那放到这里来 那你的这个CPU要跟你的design做interface 所以你要做一个interface就是wishbound 那你还记得刚才你的那个interface是xilite嘛 对不对configuration用xilite 还有data的传递是用xs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本来是这样子 你本来是这样子 原先你的那个 FIR的design是这样子 然后但是 这对外的interface是wishbound的interface 所以你用CPU CPU来去写你的type写参数进去 写那个你要做的这个data length是多少 然后你由CPU 由CPURIS5来写 写你的data 把data写进去 写data进去的话 就会到XIS丢到丢到你的这个FIR的design 好 那直到到此为止 你这个lab 把FIR integrate到这个soc 你就做了一个 你们还记得 你们在做lab2或lab1的时候 是用pink嘛对不对 对不对 你比赞一个FIR Lab2你们回想一下 比赞一个FIR 然后 然后我是用PSSide arm processor去control control你这个FIR 对不对 然后你也是会去program他的apstart 对不对 然后他做完之后有apdown 你可以 这个risfy的pore可以 就是risfy 就是PSSide的arm processor可以读回来 对不对 这是level2 那你现在是把整个这个环境 整个要做的事情 全部把它移植到carversoc里面 你可以想象carversoc 这一部分呢 这部分就是PSSide 对不对 这一部分呢 就像你这个apgaSide的那个hls的fir 是不是 但唯一缺了什么东西 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pink 对不对 没有一个pink 那pink做什么 pink他的中间这个做什么 他事实上等于是 你不直接去驱动你的hardware嘛 对不对 事实上你是写python call 对不对 然后中间那个pink provide API 一些function call 像re-write 的function call 给你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并没有直接去驱动你的硬体 那现在到这里来讲 那现在到这里来讲 你写formware call 直接formware就是driver 你写一个 写一个re-write cycle re-write的指令 他就变成respond transaction 出来 你做什么事情就对于产生什么样的hardware transaction 但是在我们lab2的时候 你看不到那些 实际的中间发生的事情 这样 对 那我们等于是把 对这个就是 你做到这个程度就对整个 embedded programming的整个流程就 透彻 透彻理解 这样 OK你做自己的hardware 这全部 而且这都是RT而扣 所以你可以写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这边做一个memory Io的re-write 花了多少个cycle 多少时间 witchbound信号看到 花了多少时间我的hardware 就开始动作 那个simulation waveform就完全可以看得到 那在pink里面就 对就没有 看不着 OK 所以 所以有趣的是这个lab2呢 我没有讲 我这个PPT没有 没有show那个 嗯 嗯 这个PPT有点问题 我最后会有一个那个评估的metrics 这个PPT没有show出来 哎 啊 就说这个 这个lab4啊 lab4-2 呃 呃 你要sensor6的话 呃 我倒是 呃 你可以做做一些application 我刚才说你那个band data 对不对 把data写进去 然后开始做运算嘛 那 你可以做一些啊 就说 你这个lab4-2做完 有一个评估的 一个标准就是 我花多少个cycle 把这个运算做完 你可以想像说 我今天写一笔data进去 然后你要花好几个cycle 才把data 吐回来 对不对 读回来 然后我读到data之后 我再写下一笔data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的那个hardware 其实 在cpu读到data 到下一 准备下一笔data进来 你那个engine 是idle 是idle 所以你怎么样去写你的phone work code 以及设计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些hardware 放一些hardware东西 在里面 让我的engine呢 一直在做运算 一直在做运算 所以有到时候会有一个metrics 就是说我到底花了多少个resource 然后以及 我 搭配我的phone work code 让我的这个整个data set算完 用最短的时间把它算完 我直觉上你应该 至少要放一层duffer在前面 让他可以做一级的pipeline 做一级pipeline 就可以 那个 我cpu可以先写下一级data 所以当我现在hardware做完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data 可以用 所以我engine就不会stow住 所以我要是加一级pipeline data的pipeline的话 那这个design可能就跟你的那个software 要怎么来配合 所以这个也牵涉到我hardware跟software的code design 这个问题 我讲这些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要摇头 好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说 你们先把baseline做出来 然后我就叫你去observe一件事情 你那个engine为什么一段时间是停着没有data在做事情 你是至少先发现这些事 你就run simulation 你design做好 然后integrate进去 然后baseline的phonewall写好 写好之后你就去观察 你这个engine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idol没有data 好那你要怎么improve他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lab很值得去把它做到 你就 只要求做到我这个engine的存加key一直在用它 不要停下来 就这个目的 让它的utilization 成加的utilization是百分之百 你怎么去做到对应的phonewall跟外面的hardware的机制 让这个存加器就一直在做运算 这个这个 这个简单的例子 你这个要是 能够彻底掌握的话 我关门了 嗯 好那下面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讲到 Level 4-1 Level 4-2 这就是我刚刚讲这个matrix 但是4-2 这个matrix来measure这个FIR系统 所以你可能加first level 可能加一层的FIR就够了 两次的方法就是 我整个运算要花多少个clock 然后我的clock period是多少 然后乘上我用多少resource 所以最后 我们就衡量 用这个方式来衡量你的这个计算 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把整个这个放到FJ里面 这在后面 我们就到时候再来讲 OK 那最后 Final Project Final Project就是做 做这个Workload Optimized的SoC 我们Final Project就做Workload Optimized的SoC 那现在问题是 这个Workload是什么 这个Workload就是 我们的Workload Workload是什么 我这没有提醒我的Workload在哪里 奇怪 我怎么没有DeFi这个Workload呢 在我的GVT里面 有点问题 好 我用讲好的 OK 好 所以我们Final Project就做 做Workload Ultimized 的SoC 那我的Workload怎么DeFi呢 以RiskFile来讲 我做一些运算 那这运算包括了 做矩阵的Matrix的乘法 做QuestSort 做FIR FIR就是我们之前FIR 以及还有做一个Interrupt Surface 那Io部分呢 我就是有一个UR的Loopback URLoopback就是说 我这个是我的Curable 然后这边是我的PSI 然后这边有这个UR 在我的SoC里面有 有一个这个UR 所以我的PSI呢 PSI的Python Code呢 基本上就是把 把一串的Message 一个Character一个Character 从这里送过来 所以我这边就有 这个UR的RX Receive到这个Character之后呢 我就产生Interrupt Interrupt到我的RiskFile 然后RiskFile就收到了 这个Character 收到这个Character呢 它再把它写 写到这个UR的TX去 然后它就会过来到 到PSI PSI就把这个Character 把这个Message 再Display出来 所以就做这个 这个的Loopback 所以一个Character 一个Character 那我的UR就很简单 我里面只收一个Character 我收到一个Character 我就要Interrupt 所以我这个CPU 事实上一直在做Interrupt 在Surface 那我CPU还要再做这些事情 那现在 就是整套这个系统里面 我怎么样 把整个Workload 在最短时间把它Finish 把它Finish 那第一个 你可能会想到 我RiskFile呢 我加一个Multiplication 在里面 那这个有 有很大好处 因为这边有Multiplication File也有Multiplication 那可能还没有那么effective Maybe 那我们刚才讲 那个FIR 我事实上可以做 Cellation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到Lab4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FIR 加进去了嘛 对不对 然后用RiskFile 可以去Access它 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是一次送一笔Data嘛 对 一次送一笔Data 所以我是不是 所以这边也有很多 可以做Optimizing 第一个我可能加一些FIFO 加FIFO在我的FIR里面 所以我CPU一次写 可以写很多笔Data 而不是一笔Data 一笔Data处理 那这是一种可能的Optimization 那另外可能的Optimization 我可能就根本就加DMA嘛 对 在我的FIR 前面做一个DMA 就这个东西 事实上就是你的Lab2的东西 对不对 W2你有放一个DMA 那你现在就自己 设计一个DMA 那这DMA 由你的RiskFile来control 所以反正你要送的这个 它的这个Data的Buffer位置进去 然后它自己去Memory去抓 直接到Memory去抓 抓完之后 算完 所以整个全部offload掉 所以可能用DMA是一个 是一个好方法 这样 好 对 对 然后 那这个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 那个 你现在 就牵涉到前面的Lab 就是Memory subsystem Memory subsystem 我现在 原先的Memory 只Serve RiskFile 对不对 那我现在加了DMA 那还有 又有一个DMA的request会进来 到我的Memory interface 好 你可能就要 前面要加一个Arbit 来Serve两个 两个Request 为了support这个DMA 然后再来第三个 讲到这个UR 对不对 UR我可能就加FIFO 把FIFO加到UR里面 OK 那我就不需要一个character 一个character来interruptGPU 就当我FIFO快要满的时候 interrupt 然后我GPU就 就很快的收 收进来之后再写出去 这是一件事 那或者我的UR的 更进一步 完全offload掉的话 UR就是RX呢 直接可以跌到TX来 好 那这当然有一些Portical 直接就送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 就有点 有点抽屉取巧 那这样CPU完全是 都offload掉 等等等等 就这些 最第一步骤就是 先把整个这个workload Baseline的workload全部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你再看这里面哪些事情 你可以做optimization 那这个就是Final Project 可以做的 那你们三个人一组可以分工 找一些 你们整个都 整个系统 Baseline的这个系统 分了起来之后 跑simulation 分析完之后 你们再来决定要做哪些东西 而且做每样东西 它到底design的complexity是什么样 你们要评估一下 有些事情不是太复杂 但是效益不错 应该就要先做哪些事情 所以在做这个Final Project报告的时候 你们要把你们观察到什么 然后你们分析的结果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对 所以这个也是在训练你们 怎么去study这个系统 怎么做分析等等 所以这就是Final Project 离现在到 它要交涉到明年1月 所以你们有11、12、1月 三个多月的时间 朝这个返向来努力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报告是 有哪些报告 就是Ritify是 第四组是 好 第十组 有同学好像第十组的 已经都退掉了 第十组是不是 退掉了 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同学 在修专题的 都没有了吗 前两天我收到一个email是第十组的 是什么 都离开的 所以他也要退了 他也要退 对 对 所以这第十组那其他组的情形呢 不是就是专题 有没有退的 啊 啊 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哪些同学在修专题 啊 9月25 那下面怎么样 有同学报告吗 第六组 所以报告同学在场吗 第六组 你们要报告是吧 这是是 好好来 所以他们是可以用你的电脑报告还是 怎么样 没有电脑那要上线 啊 好 OK 就放在这里录音 对对你们 你们上Google Meet嘛 好 对 对 你们要报告多久还有20分钟 20分钟 真的吗 真的吗 你们要 好 那看报告多少就算多少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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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老师会转掉了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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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Memory有分InstructionMemory和DataMemory 好然后 它的DataPack有5Data Stage1是InstructionStage Stage2是InstructionDecode Stage3是Execute Stage4是MemoryAccess Stage5是WriteBack 然后这里我不会详细说明后面会讲 然后这是它的Basic Basis 这是One Clock Cycle 然后后面会讲Pipeline 然后这是它Register的基本的结构 它是32x32bit 然后有两个Output 然后一个Input 然后它的Clock 是Only for Write Operation 然后Read的话它是比较像Combinational Logic一样 所以它是那个AC 同一个TBeta 对就是它是 就是Synchronous Write 然后Asynchronous Write 所以它可以在同一个Clock Cycle 里面做Rig跟Ride 所以后面会用到 拍拍的时候用到 然后 然后Memory的话也是一样 对 然后接下来我来介绍Rispy的六种DataPath 它分配有RType IType SType BType JType UType 然后第一个是RType 那它的Instruction是由36个B所组成 那RType的Instruction是由Function7 然后RS2 RS1 Function3 RD Upcode都组成 那其中Upcode它就是负责去决定它这个Type是什么 就是前面讲的六种Type 然后Upcode是决定这个 然后Function7加Function3就是去描述它要指的任务是什么 然后RS的话就是SourceRegister 它有两个 然后RD的话是DestinationRegister 然后每个Register是由5个B所组成 那 那这是那个RType它的Arithmetic的Instruction的这个例子 像如果你要做Add和Substraction的话 它的Upcode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RType 然后它主要的差别就是在它第三十个B Add是0 然后Sub是1 这样子 然后这是RType它的所有Arithmetic的Instruction Function7 所以可以看到它都是由Function3和Function7所决定的 然后 好 接下来可以说iType 那iType的话它 它跟RType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的RS2和Function7 会变成一个立即值 Immediate 然后 后面都是一样的有RS1 Function3 RD Upcode 然后 然后 它这个 immediate immediate 它是 side value 所以 它可以hold -2048到2047的值 然后 但是你 immediate 它会生成 它会sign extended to一个32bit的值 方便做运算 然后 然后 这是 iType 它的Arithmetic Instructions 然后 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 这个 有三个 Shift 的Instruction 下面 Shift 它有分 Shift-Left-Logical 和Shift-Right-Logical 和 Shift-Right-Arithmetic 然后 它Shift-Amount 是5bit 因为 就是 32bit 的 然后 Shift-Right-Logical 和 Arithmetic 也是在第三十个bit 有不一样的值 然后 呃 因为它前面有这个 immediate 所以 所以 刚刚有说 immediate 它会变成30的bit 然后它就在 呃 immediate 第十一个bit 就是 instruction 第三十一个bit 做side extension 然后这也extend 20 个bit 然后后面再放immediate 然后 这是 呃 i-type 的 load instruction 就是 i-type 它也可以做load的动作 它 像下面这行写的 它是 memory 呃 它在这边 这是一个address 然后它在memory 这个address 的一个value 然后load 进去这个rd 然后address 就是有regist1 呃 source regist1 和这个immediate 呃 形成的 接下来接下来我要介绍s-type 那s-type 那s-type它 等一下 s-type的话它只是没有那个destination register 它有两个s-type s-type register 然后和12bit immediate 然后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它immediate 要这样放分开 就是前面 31到25的inscription bit 是7bit 的immediate 然后后面5bit 是放在11到7 呃 那是因为就是 RS2和RS1的位置 放在这边的话 对于它的那个consistency 到时候在 执行那些code的时候比较方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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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是 的howers 的howers 好 然后s-type它是 就是执行store的 的operation 所以 它会在RS2 做一个value出来 然后写在这个address里面 对 那这是它的store instruction 有分store byte 然后have word 和word 然后 呃 s-code 因为它有immediate 所以它也要immediate generation 整代式的bit 但是因为 它的immediate immediate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 它 它也是一样 要do 3 extension 然后 前面都跟itab一样 只是后面 后面5个bit的时候 它是把expression bit的11到7 放到后面 这样 然后接下来 我要介绍 b type b就是branch 的意思 然后 branch type的话 它 它也是一样 有source register 两个 但它没有destination register 然后 它的 immediate 是 呃 虽然也是12个bit 但是它其实可以表达 13 13个bit的功能 因为它最 它的设定是low 它最低的bit 是0 所以 不用去储存它 然后 所以它能表示的值 是-2的12次 到2的12次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是 2 byte increment 因为它的lowest bit 是0 所以它是 2 byte increment 然后 这是它的 immediate generation 呃 因为它是 13 bit的 的关系 所以它在这边 会多一个 多一个bit 然后前面一样是side extension 然后因为它放 它把 immediate 的 第十一个bit 放在instruction 第七个bit上面 所以 这边是instruction 第七个bit 然后其他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注意最后 lowest bit 是0 好 那 这些是 vtype的 那个instruction 它有分 呃 equal non-equal 然后less than greater than less than on side 和greater than on side 然后它主要是 比较 rs1 和rs的toology 然后 如果 比如说 那个equal 两个相等的话 它就会执行branch taken 然后就是 就是做这样的operation 然后如果没有相等的话 它就是照原本的pc价式 这样 嗯 这样 好 接下来换jtype 呃 j 它这个是itype 但是它是仔细 jlearn instruction jlearn instruction jlearn instruction 就是jump and link register 然后 它这个instruction 是和itype一样 然后它执行的就是 jump就是 他把 program counter 的 表造什么 就是 嗯 就是 嗯 就是 alr就是在执行 jump and link 然后jump and link register 它就是jump的指定就是 你一定要跳 就是branch的话 是先比较两个register 有样 比如说branch input 就是有样 我才跳到另外的地方 那jump的话 就是我吃到这个instruction 你就一定要跳 跳哪里呢 跳就是跳register 然后indent 就是r1 然后加上medan 要跳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像我们在第一 在call function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遇到一个 要call某一个function 然后你要去执行其他地方的指定 那你执行完那个function 之后你要回来 所以我就要用link这个地方把我 原本 下一场就是说我执行到这里 我跳下去执行一个function 那我们要回来 所以我要把 我回来的点先存起来 这个叫link 所以我把回来的点 就是pt加4 存在这个rb 再留在这些声音 没错 这是itype的instruction 接下来这是jtype的instruction 所以他的immediate 就是20个bit 所以然后他没有 所以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 他的pc是有register 他immediate 去去刷的 啊这个他没有register sourceregister 他只有rd去做的 可以拆一模 方向后回来 嗯 那方向你执行完 应该有 对 对 这个 这个 到 我们found 要找 对 对 我记得好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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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时候要选择虚扣的时候 我记得是 你扣一个function的时候 你就要 就是那个stack pointer 要往下来 然后 要 就是你要先把 刚刚那个东西 存进去 memory 原来的retur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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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回来就是 要把它读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空间还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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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就是我们做的是 RV 嗯 就是有 就是我们 我们支援的是 某一部分的struction 就是不是所有 就是算很多 这一个人我我自己要做一个 但那应该也要有个 是no c c 至少要这个 比如说过来 你没有一直让我 我 我要 那你要 provide 这个 oval counter 有被在图成的意义 或是一个 有个 刚才不是有一个 没什么 那个叫 有一个叫 他那个叫 刚才前面不是有一个叫 这个吗 这个吗 好 然后类似像这样 这个 A图份 其实这个就换成RD 你乱出一点的视频 好 对 好 对 那不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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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一个机制可以 然后有这个机制 你就可以做RD 因为你知道那个真的 可能是我们就是 是不是把它去简单的架构 然后办很多事情是 平常是compile 或什么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你一定要有对应的指令 compile 才是做事 好 就是原来指令都找不到 也不能回必 啊 嗯 应该有个工 是 对 好 所以 这个J typ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就是Jump and Link 它就没有Rigis 所以它是 呃 它就会等于 就是会变成PC 会等于PC 加这个 immediate 这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讲U U type 嗯 那U type的话 它跟前面的J type 比较像 它 呃 它的 前20个bit 都是 immediate 然后 然后 还有destination register 和upcode 然后它有两种 呃 功能 第一个是load operate immediate 就是把 呃 immediate 后面 因为immediate 是20 bit 然后它是 operate bit 所以 它后面接12个0 然后把它 load到 register 里面 呃 destination register 里面 然后这通常用在 那个 register 的初始化 这样 然后下面那个是 add offer immediate to PC 所以你这个微酷发酵 嗯 嗯 对对 每天只能 跳舞在四个 速度 对 不要说 发酵 可能就要说 再用点 嗯 好 嗯 嗯 只要能做到 只要能做到 加4的话是因为 一个byte的话 是buck 然后 我们instruction 都是三个 所以它在指memory 是byte 那就是一byte 为单位 所以你每次 你下一个指定 你就要一次个 那才会是新的一个 30 bit 因为设计的 因为设计的 这些都是 full-byte 那一次就要加4个-byte 这样的指数 就要加4个-byte 好 嗯 嗯 嗯 对 然后 它 AUIPC 就变成 你要把 那个 program counter 加上 它 immediate 的 那个 32 bit 的指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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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complete complete 的 data path 然后 它有 branch branch comparator 然后 immediate generation 的 那个 还有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i-type and instruction memory 和d-memory 然后还有 arithmatic logic unit 这些东西 那 现在请雨婷来讲一下 它的control logic的东西 下面这些 就是 就是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指路 所以 它在 同样的硬体里面 你可能希望它 就某一个硬体 你希望它可以做 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 它怎么知道 它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你要有一些卡通话 就是这样 ok 那这张图画是 就是 就是因为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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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化下了 因为卡通是 你不太远过 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 app的话 前面当然pd就是 简单加自转 然后 后面 instruction 然后 这个 immediate generation 就是 如果你是i-type 然后你就要做 就是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immediate产生方式 然后放你位置 一下去 那就是 你要准备控制 说我出来 mmediate 然后 这个 registered right enable 就是我如果 要写回 这个registered 就是 比如说 我加完结果 要写回的话 那我registered enable 就要 registered enable 就要设整 那这样 你才可以把东西 那 branch container 主要在做就是 刚branch不是会比较 两个 就是 registered 里面的资料是 等于不等于 一个大个小 等等 那就是branch container 在做 那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 我要 sign的比较 还是 equal的比较 还是 我忘记 就是 network的比较 对对对 就是会有些控制 但是这不一定 一定要这样 它平均可以 那你可以 你设定是要的控制 像我的 我那时候 我就不是设定这样 然后 这个 Base的那 Base的那就是 我要为什么东西进入 因为像你刚刚 就讨论到的 Junk and Nick registered 就是 他就是要做 PP加上 PP加上 一个 对 对 这个 你们以前 邱克里有 有写过这个吗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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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季节 才会 这个 然后这一学期 大部分 这一学 这一学期 修季节 你们会写这个出来吗 你们知道 好像 好像不会吧 好像不会 好像不会 好 两类话都不会写 应该都不会写 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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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至少 星中三个 也不会写 我好像不会写 就是只会叫 就是叫做那样的 那 三个 而且 这个 我也在 好 我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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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我好像 这个位置 我好像不知道 我听到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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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有一滴 写的构权 是一样 是可以写一个 突然 你说 照照照�� 照 practical 应该就可以写一个 我不在 打贵的 知道 我长期节 如果 等于 там 等于是写一个 你抓着 一个 对不对 就像 我们那个 我提供一个HLS的Respy的比赛 那个就是用机写 等于写一个这样子的 你还不能再提起来 对不对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不可能肯拍一个运扣 然后丢到 我现在在想 比如像我刚才讲 他跟我说我阿斯玛丽的 大优化学 那个大优化学其实 说到我的话 以几三个人来做 就是我那个很难过来 我没有这样看 我来说 我说病得出来蛮高 我想是我们把那个分开来做 就是说你期待 让他做一个 应该是怎么样的 得到 那这样我觉得这个Respy的本身 我就觉得是可以 你就是说你我能够做一个 Hype Performance的Respy 而且是Pipeline的 的Respy 反正这种极流水电的Pipeline 然后你把Data Forward 你把那个 Region Renaming 或者是有一些 How the order How the order 但是这样简单的Brain Dediction 或者是 加一个成法 那这个成法系是Martic Cycle 也不是这个情形 是在两个儿子 比如说你平常我一个A 也能用去B就有Pipeline 你去Pipeline 对不对 那现在我有些比例 一个Cycle会做完 你所有的大优化 会有大优化 就是 那我成法 我发三个 那你的运算里面就是用Post OK 我现在做一个 Respy的Pipeline Wiz Martic Cycle 三个Pipeline 那这样子 就是你就专心把 我们里面就看哪些组 这个我就专心做一个Respy 那另外一组我专心做FIR 另外一组我把UR 就是把那些组好 然后 我刚刚刚说还有几张惩罚 就是这个几张惩罚 对不对 然后还有 会瘦的 这个不瘦的 比较合纸 这样 把那个Woodro 你就分开来 然后就把他一嘴把他做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时候 可能还比较 比较主 要不然 每一组要去做Woodrohatsumai OK 很可能也 对 对 可能这样 然后但是最后 最后要把他 整合钱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 比较 反正成果 成果就是说 反正我搭出 每一个他会有 对 因为这次很大 那我确实 你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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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面都是 Truth Table 你接最后 你接最后 我看 你接最后 你接最后 可能这些感觉会 烧很 不会啊 我说每一组 这样开做 我说每一组 就会这样 然后没有一点 不然他会 他会 压身 确实 这个就是 然后说 问前面说 真的 真的要 混开 我也就 混开 剩下 不然 不然好恐怖 好恐怖 这种我说过 特朗课 带过干 好 为什么要 还有一点 可以讲 这样 我都要 超越去 看 我都要 超越去 超越 感觉 其实 我可以 第一 第二个 Advanced computer architecture 左边他也是讲 这样 这样 感觉 我都踩到了 我这样讲 嗯 台大附近书没有老坑 没有老坑 台大附近书有资工资工 可是你不知道 最电击资工 非常对这种重要 最合金的过程 就要没有老坑 听到 所以说 我过了个增入啊 有有有 有没有 对不对 有交但是有没有 actually go to 这种别的 都会进入这个证则 对 就是研究所的科 研究所可能没有 就是在科 然后是拾出 data 对不对 很想说是台机 是空气的 太大了空气这样 没有没有在 就是给你 data 然后我先给你做的话 这东西 这个就是我说真的要 所以我刚才就在讲 其实我们是个 但是可能有一组或两组的人 要做我一个 好 接着我说我 我一整个想法 法人会更忙 那你要罢品格就忍吗 没有我就是这样 会啦 但出去后要先 讲好过个口 那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要真看自己 对 我想也许你许这样 然后最后整合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说 比如说我 我 比如说反正这整个做出来 如果跟你认识是你的法律 那当然这个 你到时候去跟人家去 interview 我要去讲 全部要如何 我想也许这样做 我会 我讲也许这样是 然后后面就介绍这个 这才刚开始 这才刚开始 能不能就去 我去看 好 就是你介绍每一个 你说要选的那个 不会 不会 我不介绍 没有这只是一个 没有 没有 有点就讲 等一下现在也有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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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来介绍一下 好 那我 我就长话转做好 但是有一些 发展的部分 你可能 对 好 那 那 Pipeline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是single cycle的话 那一次就一个一个做吧 那这样的话太慢了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希望 就是我们这 我们这边介绍是一个 Five Step的Pipeline 所以它会有五个过程 那这五个过程 它可以 它其实没办法 它 你需要 Pipeline它的原理 其实你没办法 在做的时候 你没办法加速它的过程 但是你可以让 你的整个CPU 或者是整个结构 你都每一部分都有用到 那这样的话 我等一下会有 下一站会有一个图 然后你就会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经过Pipeline之后 它就会加速 好 那 一个Ideal的Pipeline 它 我这边这个图 是一个Fore Stage的 那他们就是所有的Object 它都会就是 勾述一个整个的Pipeline 然后呢 并且呢 没办法他们 你在勾述的时候 它在不同Stage 之后不能共用Resource 的 那这个会讲 如果共用Resource的话 就会应该就是 是Structural Hazard 公用Resource的话 是Structural Hazard Structural Hazard Structural Hazard 不是如果 如果充到 对 Structural Hazard 如果 如果两个Stage 它或者就同样的时间内 在需要同样的 Physical 的Resource的话呢 它就会冲到 那就会有问题 那后面会讲 Pipeline 会遇到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呢 它每一个Stage 经过的时间要差不多 为什么会希望它差不多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嘛 我们是把一个 后 等一下会再来一张图 我们是把所有的Stage 它在同一个时间都有在做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送下来 所以呢 那你在做Stage 1的时候 也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在做Stage 2的 所以你会希望它每一个Stage 都时间差不多 这样子才可以有一个流水线的过程 好 然后再来是每一个Stage 它都可以有一个像是半独立的方式 都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 的 他们 他们都需要一个 我网络上看 他们叫 就是半独立式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 好像用SaveMe开头的 对 SaveMe 对 就他们必须是 他们必须是 就是 可能应该是 他的意思应该是 就是每一个Stage 他都能自己 有点像是 他都是自己的一个Logic 可以自己完成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很奇怪 好 我在 好 那 Pipeline用Risk5来讲 这边两个转型 对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本来的话 我们Pinko cycle 就是假设 因为我们切的 切得很好 一个Stage就是做 200Pinko cycle 你做一个Instruction 就是叫 1000个Pinko cycle 1000个Pinko cycle 那就是我说 我们把它贴成 5费 然后 每200个Pinko cycle 就需要 只要你这个Instruction 够多的话 等于说 有点像是 你200Pinko cycle 就可以吃进来 这个Instruction 那只要说 你这边有100个这样的 这个Instruction 你最后就会 除下来 就是相当于 你200Pinko cycle 你就做了一种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 你如果拍段的话 你几个Stage 你大概就可以加速到 几Stage 对 有Druple 对 有Druple 你就可以加速到 多少Stage 那一般没有用 还 就是Instruction per cycle 嗯 那是每一个cycle 基本上 你最希望能够做到一个D 嘛 假设Pipeline 假设是 对 对 对 那 最好就是每个cycle 一个Info 对 但你做不到 因为你可能有Grange 嗯 这些状况的方式 所以大家会知道 OK 然后再来要不然就是做那个 Martin 对你 比如说我Batch Batch 对 对 一般这样一个 可能剩四个 对 啊 四个对的话 那IPS 我觉得 最后IPS 都要翻 你要做到超过一大 好 那他刚才就讲说 那我们 因为我们要切割嘛 所以我们每一个stage 他每一个 每一个cycle 他用的时间都必须是一个一个往后串 所以呢 你的TC就必须大于他五个stage每一个stage的最大值 因为他不需要足够的时间才可以往后串 那其实呢 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切成类似五等份的这个概念呢 实在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些关系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他们五个stage的时间其实是会差不多的 这是我看这是我看另外一篇网络上的一个教程 他说因为因为这三个理由 所以我们是可以预测到这五个stage的时间是可以切得差不多的 对所以才会有接近五倍吧 因为如果时间差很多的话 他是没办法 如果每一个stage的时间差很多的话 那不可能会接近五倍的 所以是时间是必须要切得差不多 因为这整个主机就是一线 没有要做的事情 要差不多 哪些是critical paths 就是三个 第一个 Eventual Data Management Memory Assess 就是你逻辑的 的东西 设计是很快的 Memory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ARU 比如说做加法 Hardcore 那这里面应该没有成法 对不对 那些设计法不一定的ciper做 对啊 所以你设计法就有点三个 然后再来就是Marketful Redify 这Redify为什么会Marketful 因为你要一起做很多根本 很多设计法 对 因为每一个设计就需要 对 但是才不然就overlapse 所以很可能你这个 这些设计法 有十几个设计法 然后 然后 所以就会谈特别慢 这三个整风呢就是在整个DiA在几岁上 但是 你这些做坏 你比如说我都心中太坏 我就是 因为Size 下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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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的也有 所以这就是可以切成五个Stage的原因 然后可以让时间差不多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这个图示就很好的解释 就是 就他们不能再 不能切割成更多个Stage 对 每一个Range 整个PIPELINE 所以不可能有 所以不可能有六Stage PIPELINE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做 还是可以 就是那天后那个时代做到三 对啊 但是 但是就可以跑到4DiA或者 后来就发现 他的破坏 对 他本来这种动物就是 那个 一个是ITC 一个是CTI 反正这个是一个 所以他后来就是 不再做这种 这种DeepPIPELINE 因为DeepPIPELINE 我创造一个Brunch 它是Omerich 所以它超稳 因为每个Brunch 那个PIPELINE都要PIPELINE 所以每个过轮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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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那个炒我 因为发现很多人都在做巨峰 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就出炒这种地图 然后就改成一个 那个图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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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他们实际上也也make a wrong 我想可能时间太没理由 你后面还有 Hazard的部分 就是Hazard的部分 Data Hazard Structural Hazard Control Hazard Control Hazard 是不是就是做白工的问题 就是做白工的问题 对对对 Control Hazard 就是做白工的问题 工 那 下次再上 下次再上 好吧 这刚才那个问题就是Control 所以你是 所以我希望你们看有没有一两组focus 把真正做出这个respy 这个Haz的respy 你要把它分了 可以以那个来做参考 找那个相关的许券 因为他那个respy 是那个出现分派出来的 然后就够不许划 所以你做出来发射者 你还是要能够 Excue分派出来 所以不算 所以你可以非常那一个 我的话讲 今天假设防徽 quade 开始来COVID 那你要比Bug 不写在证据 所以就要讲简单证据 那可怕的你啥可能 那你就就愿意跑 你中间怎么进去 就是会比较麻烦 所以假设有一个 inwalking 而且是西后前的 去参考他 他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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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照的 那这个东西在上考 那个 in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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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有画 这个 不够 就是 那样的比例 就是 就是 我把他滚掉 就是 就是这个是 就是这个是 你手画的 画的那么漂亮 没有就是 我看吧 就有点像达威西 那个我画的 就是他想把这个扣去 那里有什么 还没吃那封铁 已经有在扣 就是扣 扣完 但因为 对我一个人 所以我没办 我没有可以写这封铁 你可不可以写这封铁 你可不可以写这封铁 就是要要验这封铁 你compile的 你去扣到memory 不就会进化 这个是什么 这封铁有什么好解 这个 这个几乎没有 才算GF了吧 就是 就是 你的 那么一个C-code compile出来 然后你把它漏进memory 你这应该会 那一场 再取memory 读memory 然后就跑出来 那个结果 就是这个 就看伸起 几乎没有 就是你 你那个 intrusion memory 对不对 intrusion memory 就是 主要那个memory model 你能够漏破 打那肯太说 破裂都能够渗成功 然后reset 我还是在那里 太平坏了 太平坏了 对不对 把他做六天 按个电压 按个电压 这样才破裂就飞了 你这破裂就写好了 你这破裂就写好了 原来有个破裂 然后你再看 你不知道怎么写 我告诉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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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 好好 我现在你们有任何人做的 计算 OK 你就拿出来说 我们来什么不用 那其他同学可以 但有些地方写的 其实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大家直接 上午 回去之后再这样 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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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找的时间 把这个课判一遍了 这样 可是都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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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做了 对 就是 有一个表 那个表在哪里 那个 是在我那里 是在 没有 我从我那里面发 你这个要是OK的话 你将来可以试着做 你的bridge prediction 你有做吗 但是是很 就是 诶 是哪一个呢 那下面这个 这个 就是我支援 除了 除了这后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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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支援 除了 除了这后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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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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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找机会来 来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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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蛮晚 把这个 把那个扣看翻哪里 那天的旅公司 看一下 然后你看 他说怎么做 那个两张 然后 就 你们不应该是 对 就是你不要 这个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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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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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就用那个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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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面 看我看的更好一件 看的高度 平台上一刻我看高度 就flash flash就是脑胞胞胞胞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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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很平均里面的Membray 对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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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那个 我那个 他就整个我大概解释一下是这样 他就是我 不把他改 把他那个直接没有吗 那你也不然 好 对 我现在还没在 没有 还在 没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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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吃我血腺不错 对 还是老师有血 对 我睡觉 我看 嗯 你 我看这个 什么 小小小 你会客气吗 你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保护体系 我们看这张图 有卸了吗 OK 我先看这张图好了 老师讲说 这是我 simulation的环境 这是我们 run simulation的环境 在我的testbench里面 所以这个SPI flash是一个behavior model 那这个behavior model有interface 跟这个chip的这四个SPI flash 进interface接起来 所以我CPU research之后 Flash instruction的时候 它就会发SPI flash的cycle 例如说它发一个recommand 要去读这个Flash里面的instruction 所以这个model就知道 然后你会有address 才会收到address 它就去肚子里面去读这个run OK 好 那整个这个code是behavior code behavior model 然后再来看下面这张图 那我现在看到ftca里面 那我就做一个SPI flash的design 那这是hardware implement 就是把原来的behavior的viral code 把它改写成synthesizable 变成hardware 变成hardware 所以它会respond to 跟这些SPI flash的cycle interface 所以那data呢 所以那data呢 我就会漏到 fpga里面的block ram 好那怎么漏进去呢 就透过这个module 用master cycle去 去系统的memory把它漏进来 那这里面的内容怎么来呢 就是你原来这个seql用 用Rispy的compiler compiler出来点hex file 就等于它的executable file 这binary file 这binary file就漏在deven的buff里面 经由它把里面的content放进来 这里面存的就是Rispy的那个machine code 然后reset完 透过这个SPI flash的design 把这个data抓过来 然后从这边送进来 然后CPU就可以进行instruction 可以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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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关系 因为这个这个caravel这个 这个等你们把那个lab4 run simulation build up 起来 你去看这些信号 然后去就去了解SPI flash protocol 你们run simulation 这个东西就可以理解了 那这个理解再去看 FPSI就可以弄懂 是吧 是吧 是 对 好 不过 你可以问问问问 问这个问题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在这上面你们就可以看 就可以去study 这个SPI flash的behavior model 然后你们去study 那个 这个design 怎么去改写 改写这个design 嗯 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变 其实很简单 就是打它的behavior code 有些不能sensurable 把它改成sensurable 这样 它会做一下修改就可以 这样 这样 OK 好 好的 这样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我想这学期很重要就是有很多不做的东西啦 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这样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回去休息了 OK 好好 好好 好